大家好 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在发表明显文章 说过去十多年 这个美国东北部的高中生 很多都选择到美国南部的大学来读书 现在像比如乔治亚州的乔治亚理工 还有佛罗里达大学 南卡大学 这些在过去十年多 北方来的学生增加了50%到60%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众所周知是在美国东北部 这个美国大学云集 很多名校都在东北部 但是可能有些原因你都不太知道 首先第一在美国南部生活学费比较便宜 所以对美国很多家庭来说 要选择这个价廉物美的教育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个美国南方的大学一般 特别公立大学都比较便宜 比相比东北大学 东北那些学校 懂不懂五六万美金 这个才两三万三四万美金 就是对家庭来说比较好选择 还有呢就是 美国南方的学校呢 政治环境比较宽容一点 而且校园氛围比较温和 不像东北的一些大学 这个在很多政治社会议题上都非常的激进 而且动不动就有游行 示威 这个非常的对我这个言论自由啊 方面在美国所有的大学里面 南方州的大学占据了全全25名 所以对于这个言论自由方面 这是很大的一个考虑 很多学校就是家长对政治包容这个问题 现在越来越敏感 第三呢就是南方气候好 然后比较温和 对于很多不喜欢东北啊 这种北方这种旗寒天气的学生 和家长来说 可能南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呢南方发展也比较快 第四个原因就是很多有实力 对专业实力非常强的一些大学 像乔治亚理工大学 埃摩尔亚这些私立大学 它的就业就业前景好 而且有丰富的学术 这个就业职业发展机会 可以找到很好的intership 或者是公正式工作 像美国南方像德州 有三大城市 像达拉斯休斯顿和沈的安东尼奥 还有包括在亚潭大 佛罗里达的这个奥兰德这些地方 迈阿密这些地方 未来几十年人口将增长到 都是上千万的大城市 所以说这个工作机会比较多 这个经济发展也比较快 就像美国在发展国家里的发展中地区一样的 然后大家可能没想到的就是第一 南方大学美国学生很多喜欢 就是因为美国大学的校园文化 文化生活比较丰富 特别是这个橄榄球 Foodball这个season的时候 各个大学主要好的大学都在南方 所以他们就有一种那种学校的 这种sport spirit 而且这个Foodball 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community的一个感觉 就是学生的文化生活比较丰富 在全国华尔街日报平的这个 最好的party school 基本上都在南方 比如像路易山拉的土能大学 还有Daytona大学 这些学校呢 就是学生的experience比较好 他们说平均每周可以找到四五次的这种party的机会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 对party school呢就印象不太好 觉得可能大家都是我学生都去玩的 但是年轻人呢都喜欢活泼一点 就是教员文化 经常能够找到和好的party 并不表明这些学校的教训质量就差 这样很多学校的教训质量是非常好的 中山所述这些原因呢 像学费低廉 气候温和 还有风景优美 这个还有很强的这种校园体育文化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还有比较宽容的这个政治环境 对于很多北方的学生 这个吸引力比较大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是的 我给大家看呢 好 谢谢